國際無人社 先問我們不要講無人社 國際無人社不是國際無人社 我們的社 例如說大土社 西北區社 這才是無人社 國際無人社Association 它是一個協會 在Iveston 芝加哥那個小湯 那個是一個行政管理的總部 所以應該可以講 國際無人總部可以是正確的 但是沒有國際無人社 OK 所以呢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認識 國際無人社長這個名字 其實不是歡迎得很好 它不是社長 因為社是一個club 它是每個禮拜在運作的 有立會才叫做club 它是一個行政管理中心 不是club 所以照到你 它應該是國際無人的會長 或是理事主席 他是理事衛的主席 最正確的名字是理事衛的主席 OK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無人知識 無人知識 那麼無人知識很多 要認識到無人知識 可以從小的地方去學 那接下來我想 十一住行 這個日常生活的理儀 國民無人社友也應該多少十一到一點 尤其是你代表台灣三四八年出席國際會議的時候 你這幾項都會問到 那你怎麼樣拿捏得好 怎麼樣做得很得體 代表台灣 代表你無人知識 代表你自己 所以呢 那希望各位 從今天的這個短短的四十分鐘呢 我可以概要的向各位介紹 那才各位如果有問題 可以隨時擠手 我可以隨時回答 到最後我做一個決議 這是今天大概要講的內容 第一個 古倫理的概念 大概可以歸納四項 古倫的倫理 剛才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稱呼的時候 我們稱呼今天的主席 對不對 今天的主席是誰 先稱呼 然後再根據這個 我們的PDG都在 歐納四項四項 就是說 年資 誰擔任總監先 要先介紹 不 再介紹 這就是倫理 那你們一定會問我說 欸 我們文色不是叫名字嗎 大家一定平等嗎 不大不衰嗎 這個要婚紀要哪年好 婚紀要哪年好 婚紀要哪年好 婚紀沒有錯 有nick name 他叫YH 他叫做Ligo 我叫Harrison 他叫做May 可以 私下都可以稱這個名字 但是正式的場合 一定要把他的職稱 放在前面 所以呢 可以很casual 很friendly 這種稱呼 但是呢 要看什麼場合 所以這就是倫理 倫理講究輩分 前輩又寶貝 年紀大的 年紀輕的 這個就是倫理 那婚倫社的倫理很多很多 那個很多的場合 介紹了次序 稱呼 還有底浪 種種的 都是婚倫社應該講究的倫理 倫理可以會嗎 它現在已經 是什麼時代 還講這些傳統的東西 傳統跟穿心 並不衝突 你一定要有傳統 這個世界才會延續下去 才會胸有低功 胸有低功就是呢 就是不亂的這個倫理 所以道德倫理現在呢 我們台灣正是需要的 所以台灣其實應該開這個課裡 開這個倫理的課 我們以前有公民現在沒有 現在又揮霧沒有我不曉得了 如果揮霧最好 公民就是講究倫理的課程 所以我們要這個 福倫倫理的概念第一就是 尤其在福倫社這個圈裡面 講究倫理 福倫的倫理 第二個 禮儀裡面 不管什麼樣的禮儀 都是約定俗成 我們可以看看喔 為什麼台灣開車是在右邊 我不是啊 日本也不是啊 為什麼大家說右邊又偉大又偉尊 什麼道理 沒有道理啊 就是約定俗成啊 大家已經很久的傳統幾千來的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禮儂給年紀大的人 約定俗成 你去泰國 你要進了寺廟一定要脫學 約定俗成 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界線不能夠透過 這個界線是誰定的 大家定的 所以這個俗成就是大家來把它定為 變成說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這個規矩 接下來 任不經問的就跟這個有關係 什麼樣的風俗人想不一樣 他的約定俗成都不一樣 你到了中東去 到了北歐去 到了非洲去 都不一樣 宗教也會影響他的禮儀 還有你的教育水準 到比較文明不開花的地方 像洛湖地區 講究禮儀嗎 沒有 所以其實禮儀也是一個文明的表徵 怎麼樣的程度 英國的社會 它講究你很嚴格的 比如說英國 英國從小就訓練開始 變成一個紳士 一個淑女 他的危機太多了 為什麼 就是他們這個社會是這樣的 你要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人家尊敬的人 就要懂得這些危機 所以英國人 尤其是那些皇家 皇家貴族的 或是比較有名望的家庭 他們都從小培養他們 要懂得這個禮儀 就是這個意思 最後一項是得體加當 禮儀不是一成不變 不是說要硬邦邦的 很僵硬的東西 不是 你要看因異制儀 你看什麼場合 看什麼時間你可以變化 但是得體 你要很得體 不要亂套已經出了太離譜的動作出來 所以講究這個禮儀 大概這四個概念 我們接下來看看怎麼樣來解釋 這四個概念 這個是我插播的 本來是沒有這條 我特別提醒今年的 2014年一月的時候 國際無人理事會 他修訂了一個Lotary Prograteful Prograteful就是理節 國人理節 主要的他是在揮護 以前介紹前總經的資訊 在2009年以前 2009年在即 其實現在改過來的就是以前的 換句話說 在幾年前 大概是四五年前的時候 他把它更改 他在介紹前總經的人 說把前總經的人排到後面去 總經的提名 當選人跟提名人會在前面 你們如果回去看就是可以看到 這個程序所冊以前的那一本 就是寫這樣子 其實國際無人有時候亂套 他後來很多的前總經去抗議 就改過來了 就改回以前的那個樣子 就是前總經要按照 前總經先介紹 他的重點以前寫得很清楚 在上面有寫 他說為什麼前總經要介紹 要或是稱呼的時候 要稱呼在這個總經當選人 或是總經提名人之前 原因就是說 他們覺得前總經做一對 胡人已經做出了貢獻 已經付出了 他已經做完了 卸了 他已經做了 他的performance被肯定 所以應該先撐在前面 設在鋼琴裡 你開門還沒有做啊 對不對 不會 我不要趕緊走 事實上是他還沒有做完對不對 他不知道做了怎麼樣 也沒有一點 先著職位的貢獻 沒有還沒有做完 所以要放在後面 這個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做法 對不對 所以改回來 很好 我覺得有人抗議 國際胡人就會改 國際胡人那些秘書處 不見得了解這些胡人知識 不是胡人的理由 所以他們改回來 就是正當的 所以如果你們要去參考 這個我不要一定的 什麼什麼的 排在前面 然後接下來是哪一個人 理事什麼的 我不必在這邊念 你們去參考這個地方 這個notary code of policies 這個是26.08 你們如果要看這個notary code of policies 一定要知道號碼 找這個號碼一下就找到了 不需要翻整篇的 這個國際胡人禮節裡面 它這個叫做notary protocol 上面就有寫次序 但是我們的地區 或者說我們的胡人社 誤解了這個東西 這個是notary code of policies 這個不是應用在地區的 不是 也不是應用在胡人社的 它是應用在國際胡人的 國際胡人陳子 陳吳 它裡面有 煙愛集團 RIBI Lotary International of B是British I是ILEC 煙愛國際胡人 這是它另外一個團體 煙愛國際胡人 它把煙愛胡人 換到最後面 OK 它是因這個 這個國際胡人禮節 這個次序是國際級的 不是應用在地區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 地區不一樣 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的道理是一樣的 那雖然是這樣子 但是它有個但書就是這樣 要考量當地的習俗文化 當時及當時不同情況做適當的處理 並不是一成不變 所以不管什麼條款 看只是做參考 實際上你的當地的人文背景都不同 可以做適當的調整 不要食骨不化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OK 再來我們馬上進入這個 這個常常見到 我今天講的是我們實際上很應用到的 這個是今天沒有 這個我們講台上沒有這樣的 如果這個講台是 如果講台是分在中間的時候 詩意在這邊旁邊 那你看喔 主辦的單位一定是在那邊 一定在這邊 幼母這邊 那貴賓席是在這邊 那裡面的位置是大的 這個Signiority是這樣子 資深的職位 那時候他當地的職位比較高的在裡面 有一次我看到總監被安排在這裡 這是很不得體的一個擺盤 這是非常錯誤的擺盤 總監不應該擺在這裡 反而是什麼索貝書 會變成在這裡 這是錯誤 而且是會被人家笑話 如果懂的人 他講一個武功的國際螢幕 再來是螢幕 如果有螢幕的話 演講台在這邊 詩意在這邊 一樣的都是這樣擺 千萬記住就是裡面的為尊 然後往外面 往外面這樣子 主辦的單位是在這邊 左邊 這個是 這個聯合立會 聯合立會 聯合立會 也常常會碰到的情況 聯合立會你們看 我有一次參加呼吸團的聯合立會 有十幾個呼吸團 還成一個長桌子 然後這個主席團員就做了 他拍完 我發現他們前面 每一個主席上面都有一個鐘 然後他整一二三一起敲 很壯光 但是沒有 這個是不對的 如果是聯合立會的話 要選一個主席團的主席 這是主席團的主席 做總監 只有一個鐘 他代表敲鐘 所以千萬不要有十個鐘 二十個鐘 這個要提醒各位 那你看 這個牌法是 又為尊 又為尊 一定是都是從這個講台像 像這個 這個歐典這樣看的 第一個主席團在這邊 二三四 這也是一樣 一二三四 標旗 清楚 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 如果是聯合立會 應該這樣 台法 再來 受政 受政 各社常常有受政的情況 受政的情況 你看看 受政的旗在這邊 國際服務的旗在這邊 他尊重 我是你 associate 裡面的一個 member 所以我把你換在這邊 再來是年度的主題 主席 放在這邊 年度年年會變 四大考驗永遠不變 四大考驗就讓他在這邊 這位都不變 這個每年都變 OK 那主席就在這邊 受政一般是很少錢 有speaker 有主講人 所以呢 總監 就排在他那 右邊 最大 這個 等於這個區的 一個 他這個 國際服務的代表 國際服務的代表 國際服務的代表的職業 只有總監 只有總監 是國際服務的代表 秘書也不是國際服務的職業 他們講國際服務的職業 裡面要界定 甚至ARC 這些體制外的一個職位 沒有變成正式的國際服務的職業 理事 是 是國際服務的職業 所以國際服務的職業很有限 但是如果當界的總監就是 他是受過訓練 也被授權 所以他要對國際服務的負責 他是負責福島地區的一個主管 李氏是他們幾個 這個John選出來的 他是最高的決測機構 最高的決測機構 所以李氏呢 是不是職業 李氏是不是職業 當然是李氏當然是職業 但是他是無幾的職業 剛才PDG Computer有提到秘書長 秘書長是 秘書長其實他是 李氏會跟保管委員會開會 他一定要參加 他是當然的一個成員 但是他不是李氏 他不是保管委員的委員 他是什麼 他是這兩個委員會的 這個李氏會跟保管委員會的營運長 他是負責執行他們的決議 負責執行李氏會跟保管委員會 所交代給他的工作 但是他被授權 很多的事情 秘書長可以決定 比如說認證 RYE的認證 秘書長就可以決定 總監的婚配額 秘書長可以決定 我明明總監每年都會收到 每個地區不同樣的婚配額 他有給你二十萬五十萬不一定 他可以決定 RCC這個是他希望說可以掌握到文社的資訊 他可以evaluate 他可以評估你的這個地區的performance 他可以如果來婚配這個allocation 這個government of working比較有根據 所以他現在國際文明一直在推動這個RCC 道理也就在這邊 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這個是題外話順便提的 做參考 再來 這是一般裡面我們議會所看到的 你看看這個社長在這邊 主講人一定是在右邊 那社長當然也人在第三 部社在這邊 秘書在這邊 有的社不是這樣 有的社是 有的社是 他說我需要跟秘書 要有交談的機會 所以他把他調過來 把秘書和那個社長旁邊 也有人這樣 有的社是這樣子 那社長代理人在這邊 互社的人 這個不上大雅 這個不是各自可以自己決定 但是呢 有的是CP也擺上去的 CP always在man table 有人認為說不必要 卸任就是卸任 為什麼還要做到man table 所以為了這個桌子在正立 大可不必 再來我們國務人人 這個禮儀大概 應該還有沒人 但是我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只有講到這裡 我現在馬上進入十 不然等一下沒有時間講 十的重點在這裡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位置 怎麼樣 你要做主的 你只要安排位置 你是做客 你要知道 你要在哪裡 不要隨便亂做 不要去搶那個位置 不是你該做 你坐在那邊 你就是大司理的 就是不懂禮貌的人 才會這樣做 所以你就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還有中餐西餐都不一樣 餐具都不一樣 方式有的圓桌 有的長形的 有的四方的 都不一樣 你要知道餐具怎麼用 我們拿筷子要怎麼拿 拿筷子可以這樣回來回去嗎 刀叉可以這樣回來回去嗎 或是你該用刀的時候 你不用刀你用叉 該用叉的時候你用刀 這個都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知道 要知道那個餐具 要知道它的功能在怎麼樣 還有它的使用 要怎麼樣使用 等一下我們稍微會講到一點點 有時間我講多一點 沒有時間就過去了 還有餐桌的旅行跟風範 你餐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表現你自己 尤其是你做生意的也好 代表國人社也好 國際產額也好 你能夠做得很得體 很有風度 人家會肯定你 會認為說你台灣來的 無人社很有教養 懂得理 所以很重要 要知道 你要怎麼樣在餐桌上表現 餐桌不是讓你吃飯 你就是我 我要趕快去吃一頓豐盛的晚餐 不是為了吃那一頓飯 你要吃那一頓飯 你自己跟家裡去吃 要怎麼樣吃都可以 不要遷就理 但是國際場合 還有你做生意 跟外國人 尤其是跟外國人 或是跟你階層高的你的長輩吃飯 你要懂得理 所以用餐不是只有去用餐 不是只有去吃飯 其實最大的重點是在典儀 用餐以前你一定要找今天去的對象是誰 先弄清楚 他們對什麼樣的話題有興趣 可以跟你共同交談的話題 要準備話題 不像這是去 在那邊一直埋頭骨幹 一直吃飯 然後也不講話 這是很失敗的一個用餐 所以千萬一定要準備 今天晚上跟誰吃飯 你要懂 要準備話題 這是中餐 我就不列在這上面 用西餐 給各位介紹 我的時間 幫我注意一下 應該到幾點 五十日 好像這樣 這樣我就要搞了 不過剛才延遲了幾分鐘 我快馬加編 這是基本上的一個排話 左餐 右刀 然後你該用餐 用刀的時候用刀 用餐就用餐 什麼樣的餐具你要懂 比如說這個是butter knife 是一個奶油刀 你用奶油刀 不要用這個奶油刀去做大餐的菜 那個刀就錯了 那這個你看 這個巴你看 它是什麼叉 這不一樣 你看巴是一個沙拉的叉 那煮菜的刀是這個 這個 所以都不要用錯 還有餐巾 你要離開 你要離開的位置 餐巾怎麼換 你能夠換在桌上 換在椅背 這個都不同 有的你到了國外 你餐巾亂換 人家都把你全部拿收起來 以為你已經用完了 你刀叉用完了 你還怎麼擺 也有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你自己刀叉怎麼用 怎麼擺 要知道 這個現在是 我現在已經被PTC卡片在催我 我會怪不可 OK 桌子的排法是這樣 內為大 右為尊 你看喔 你說哇 我今天要去沿山請天安客 我怎麼擺啊 我要去做主人的話 我怎麼擺 底變大 三桌的話也可以 要這樣擺也可以 要這樣擺也可以 那你看 那要擺這樣子 但是路口在這邊不一樣啊 擺不一樣 那要擺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要懂得這個怎麼擺 那你要把這個PTC怎麼擺在門口 是失意 PTC全部在後面走 不對 錯了 OK 所以這個要知道 什麼位置怎麼安排 我覺得很難不一樣 OK 要正確得體 那不同場合 不同的性質 還有季節 基本上白天喔 可以穿深的西裝 或是淺的西裝 無所謂 比較沒關係 但是晚上晚間喔 最好是穿深色的 深色的衣服 還有顏色要搭配 你不要上面寫著 跟下面搭配不起來 領帶也是搭配不起來 你看很多演藝人員 穿得稀奇古怪的 就是他不講究理由 他就是要標新立立 那不同 不要學那些演藝人員 顏色的搭配 各方面喔 都要這樣子 合身大法 再來 像這位老兄 你看他這個領帶打成這樣子 你會覺得好看嗎 當然不好看 對不對 而且站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扣子要扣好 譬如說我現在站在那邊 你看我有沒有扣好 我第一個扣子 我也在扣好 坐下來可以打開 這位旁邊那個 就做得很好 對不對 這個太長了 太短也不好 你看這個太短 這個太短 這個是最好的 標準的 那我講到什麼就算什麼 就結束了 這個站的位置也是一樣 我們也常常在頒獎 有的頒獎根本不是不對的 站的不對的位置 你看看 這個懂得 你這個是前副 前副是誰 外交部長 他懂得國際禮儀 你看他給這個年級的人 他讓給他尊位給他 他尊重的對方 他就用這樣的戰法 還有這位老兄呢 頒獎給人家自己穿一個 不穿西裝 看起來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很 很不太得體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照相起來 就會看出來 原來他們這個人不太懂得禮儀 這邊 這幾個讓你們看 哪一個 哪一個人最標準 哪一個比較不得體的 或是覺得有一點 不太好看的 這位老兄做得不錯 這幾人都不錯 這個就不太好了 你看看是不是 這個也不太好 所以一排起來你就知道 他 這比人家評價就很高低了 你看這個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國際場合 你看他這個是主人 他坐在這邊 他的國旗在這邊 這個布希總統在這邊 這個是最標準的一個 國際接待國賓的時候 畫面裡面在旁邊 還好他們穿的襪子 都是跟皮鞋一樣黑色 如果是白色的話呢 你看 所以就是這個小的地方 你就會看他躲不躲 我就被敲了 對 這個雙排扣 雙排扣最好 這個雙排扣其實不是為了胖子的人設計的 所以有尾一度的 啤酒度的 最好少穿雙排扣 雙排扣 雙排扣不管你做的 站著都要扣起來 所以 很不舒服 OK 女士呢 你看開炸 開炸這個手指 中指這個地 這個是 這個太低嗎 太高還是太低啊 這個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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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就是說 住的地步其實很重要 因為你去旅行的時候 你忘記換個小會 旅館會給你臉色看 你給你臉色看 小會絕對不能省 OK 就能接著 還有就是你出去坐這個 這個電燈 電衣要關 不要讓水龍頭要開 然後電燈你不關就走了 這個都不好 行的禮 行的禮就是 這個電燈 電燈常常在做 先讓人家要出來 先出來 或者才進去 不要說真心恐怖 一直想要進去 這個也是不合理的 那麼 這個座位 這個座位很重 分享不得 到國外去 有人幫你 有人主人開車來接你 主人開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坐到他旁邊 你不要說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坐後面就好 那主人就是變成司機 你也問講 司機的旁邊就是最小的位置 有司機的時候是這樣 這個最大 二三四 主人開車的時候是這樣的位置 所以要知道 坐的位置 不要亂坐 有一次我很客氣 我坐後面就好 OK 那現在呢 我講的其實是很少很少 我講得到 有這樣一本書 這個中華國論教育基金會以後 應該還可以拿得到 就是我在幾年前寫的這一本書 無論是由國際旅遊所策 可以做參考 那我建議就是要司機體的規範 要變成日常的生活的習慣 就是說 你不要說 我要為了複合國際旅遊 我要注意那個 注意那個 哇 那個很累 而且是很僵硬 要變得很自然 變得生活的習慣 要尊重當地的豐富人情 入境隨俗 再來要多思考 多觀察 你不曉得 你不要搶先去做 看人家怎麼做 然後你跟著做 或是你要考慮 他這樣做對不對 對 多請教隨機應變 然後呢 我剛才提過 烏仁社是一個造人的學校 人間的道場 在這些烏仁社可以學很多很多 你個人的修心養性 學習長輩的各種風範禮 這些都可以學到 而且各位都是烏仁社的領導人 要懂得薄距烏仁禮 成為知書達禮 這個禮應該有一個括號 它沒有加上去 禮本來是知識道理的禮 但是我這裡講 用這個禮 是通達禮術的意思 就是你辦理所 台灣話我們就是 辦理所 通達禮術的一個領袖人物 好 我時間超過 再多多多多名謝謝 這個也很多語言不容易 Graci Masie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到此為止 谢谢大家